我们现在来的挺早 但是夫妻要等到我们去比赛唱歌的话 大概要到十点了 一会儿要去菜牌 他不是到十点才开始了吗 就到十点才开始 准备给人家逼了 被别人气势吓到了 在这边紧疼了吗 我们要进去彩排一下 站在舞台上还有点紧张 他这认读 比赛他认读了读 刚彩排结束 估计唱歌的话要到十点了 都是这 你看都是女老师读 几乎男生是生 那个男生 好 天才进去不伸道 天塌下来只收起 两脚熊熊 躺烈火 我们唱点手好听 我几笔给大家吃了 在哪儿 不会是倒着几个吧 倒着 但是十点之后了 我们是最后一组 都要到十点之后了 还有一个多小时 这个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 主感 手也好哄哄啊 应该该我们了 因为大阶里面几乎都没有人了 指挥礼敬 我们比赛结束了 我们是压轴的 然后在那儿 在这儿等一下分数 场里面已经其他队都走了 就跟下评委 还有工作人员 就是还有我们这一队的人 现在要等着分数 哎 分数出来了 曲目七的最终得分 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上 下面我将为大家公布 北部赛区曲目七的最终得分 不近新时代 最终得分 八点六二分 我们的分数不高 但是现在中等嘛 也不能说太低 八点六多 但是九点多 嗨 来 郑老师 嗨 我现在已经换好衣服了 我们准备出去吃饭 然后溜街 我说一下 我在唱歌时候的感受吧 因为嗓子还是哑哑的嘛 然后我也是唱不完 然后上气不接下气的 然后唱着唱着 就是没气的 说不出来话了 唱不出来声音了 然后我就张大嘴 跟着唱歌的口型去张嘴 就是不发声 然后我之前看 就是前面的那些人比赛嘛 好多人就是 也是唱的时候 就是对口型 那样的话 最起码给评委的感觉就是 哎 这些人在唱 但是他听不清楚 你到底发声没有发声 他是不知道的嘛 毕竟是合唱嘛 嗯 该张嘴还是要张嘴的嘛 嗯 我们的总成绩还是不低的 8.6多 是不是 嗯 嗯 是 就是我们的一个赛区吧 我们排第三名 本来是要准备两首歌的 我们只准备了一首 说的是 就是那些老师说的是 如果说我们准备两首的话 第二名就是我们的 可以想象我们发挥的是怎么样的 呃 评委老师给我们的 就是领唱的 就是那个叫啥 指挥 哎 给我们的指挥的评分是最高的 我们指挥是特别有魅力的 唱歌 霸气 指挥 霸气 谁好听 哈哈哈 真的是 拜拜 拜拜老师拜拜 因为带队领导也在队伍里唱歌 所以我们唱歌时 没人给录视频 有点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